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请选袁黎明 成立三年的人民力量 星期日由主席袁黎明 出战港岛海二西区议会的补选 挑战民主党的善重佳 和新闻党的陈家沛 这个区议会议席 原本属于前民主党中常委冯伟光 后来他加入政府做新闻统筹专员 变成袁胸 他自己说的 民主党全身全力派香港的精彩自己说的 我说派香港的人民力量 分明有所见 请选一路 你又很专门 一旋计了 最终 虽然由新闻党的陈家沛 以2023票当选 不过袁黎明认为自己的票数 比民主党的善重佳多才是重要 这个是进步民主派的大胜的一个象征 其实未来我觉得整个泛民主派会地震 人民力量最初是结合了一群不满意传统民主派 以保守方式争取普选的人 当中包括跟随黄毓民和陈伟业过档的 200个前社民连会员 和一群没约于蕭若元旗下 香港人网网台的青年人 人民力量特别针对民主党 在2010年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他们多次在选举对民主党展开追击 泛民亦从此步向分裂 面对新一龄的政改 人民力量认为民主党对公民提名 无可无不可的立场 于是他们最终会选择妥协 下一次政改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有这么多动作 又想走入中联办 放弃公民提名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更大声 告诉市民知道不是这样的 在以往民主派的终极普选联盟 被批评由民主党同教协主导 今次人民力量选择加入 由学者郑与石任召集人的 真普选联盟 是防止民主派政党 轻易对普选方案台协 直到现在我觉得都相当成功 现在三规方案里面有一个留白的 没有说明究竟组成方法的提名委员会 只要公民提名 这个提名渠道仍然可以保留到 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方案 证明其实我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有什么理由我要倒退到 去接受一个提名委员会 叫刘嘉雄下台 不过一向在人民力量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毓民 就因为不同意人力留在真普联 去年大同大批支持者离开 令人民力量元气大伤 一处面临解散的危机 在去年是面临一个 差不多走向瓦解的地步 但最后靠一班人特别 即袁令明和几个年轻人 继续支撑着 和愿意承担这个挑战 是将人民力量重组 和是继续这个抗争路线 没有了号召能力强的黄毓民 人民力量担心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 曾经考虑解散 最后决定由本身是艺人的袁黎明 担任主席 希望凭他的高知名度 吸引市民支持 令人民力量重生 我比较擅长是做publicity那边的东西 当时都差不多没得选择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推举我做 希望有一个新面孔 但经过了一次的大型选举之后 其实令到我功力大增 所以我都觉得是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担当到这个小的政团的主席 当日我们是靠网台 虽然我的经验很浅 可能不是一个区议员的经验中钱 但是我们都觉得地区工作是必须的 所以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去 落区和居民打一些关系 哇 好大关系 人民力量现在只有两个立法会议员 和一个区议员 今次袁黎明参加区议会补选 除了延续追击民主党的策略之外 亦希望令市民对他们激烈抗争行为改观 有时街坊走过来 他们就说你们不要那么激 不要担很多东西 我都有跟他们解释 这个是我们对政权的不满 或者在我的领导之下 其实我希望人民力量的论述和政策 是会出得多过我们的肢体抗争 我是希望用努力感化多些人 去了解我们的进步民主的路线 以往人民力量 凭着黄毓民和萧若元的个人魅力 吸纳了不少支持者 但随着黄毓民退出 和萧若元结束香港人网的业务 从早后的人民力量 能不能开拓新的局面 由一群网络上的会约分子 去到一个日常平常的生活 可能市民觉得 你说的东西那么激烈 或者说的东西那么前卫 我们接受不了 所以很可能他们要 如今真的要调一调靠自己 语言或者他们的一些主张 令到普罗市民会较为明白 他们的一些看法